繼續是Alan 你看我已經要起完雞皮穿上衣服了 你說聽了剛才那兩個鬼故事 你說帝毛巾會比較害怕 我不是說那個不害怕 我不知道是不是連鎖效應 我聽完帝毛巾弄 聽完那個行李箱會動 雖然我不會靠行李箱來睡覺 但那種意會都令人起雞皮 你家裡有按摩椅嗎 有 按摩椅沒那麼害怕 舉例說 雖然靈體在這裏低一點 各位 聽不懂嗎 如果他真的幫我 大一點大一點 扔一下扔一下扔一下 低一點 腰 扔一下腳 這樣沒所謂 為什麼呢 你出去給 都兩三個歲 做全身按摩 如果他要弄你 扔一下骨 都會害怕了 反正都會扔一下 但毛巾可能想幫你插背 我原本想說女仔手好一點 還是不要 靈體還是不要 不要 離我遠一點 男女也不要 不要那麼近 如果美女實體就無所謂 就是 我們回到正題 說一些鬼故事 剛才說了不少旅遊 Alan 你是否想先說 跟旅遊無關 跟你自己有關的鬼故事 是呀 因為我自己 其實慶幸我沒有接觸過這些事情 但是在我身邊 都有發生過很多這些事情 我自己親身曾經參與過一個事件 可以叫做 但我看不到 就要說回咸豐年代 我小時候 我住屋邨 跟我婆婆和公主 Porsan 你是開車的 記不記得 九龍區哪裏是佛江街 知道 一條大斜路 因為再上就是何文田站的位置 那屋邨也不怕說 因為拆了我們以前是住山谷邨 因為要浪費小篇幅 要說屋邨的結局 它是長形一條大走廊 然後頭尾樓梯 重點是中間都是樓梯 在走廊的中間 會有一個升降機的東西 都是樓梯 而樓梯也伴隨著 有一堆的洗手間 為什麼這麼有趣 因為我們那種 是最舊式的那種 單位裡沒有洗手間 明白 很舊 要自己拿一條鑰匙 去回自己號碼的洗手間 開門進去 清楚明白了 我猜大家都有些印象 如果大家年長一定知道 如果不夠年長 其實我怎麼看這些 因為我小時候不是住屋邨 但我嘗試看真正 我們常常掛在口中的 獅子山下的上網 看到原來在行尾 是洗澡 浴室在那裡 還不知道 家姐洗澡 最好說弟弟陪著 怕又適浪 類似 我們不是去那裡洗澡 純粹大小二便 那裡 話說我小時候 都80年代 香港其實有很多適摩 任何時間都有 不過現在隱藏了 以前那些好像很濃 那時候很流行 有些女生去外面洗手間的時候 因為 說多一點 因為那道門 最高上面那裡是開洞的 只有鐵絲網 知道 變成有人去洗手間 不知道是不是很急 那一陣子 因為有適摩 我們那座樓 那年代很流行 叫護座委員會 聽過 我們叫做十七座委員會的時候 其實 發起義工 說找壯丁 每晚坐在 其實很喜劇之王 坐在護座委員會門口 派棍 這麼長 好像走富士山的金光像 這樣拿著 其實一群阿叔 阿哥 年輕人 就在打打球 你有什麼想法 有點像 黃之華那套電影 不知道是不是每個人看過 一蚊雞保鑣 送去屯門色幕 可能有些女生 經過 可能 豬女你回來了 可能知道有個人 握你的棍 平時沒什麼事 就聊聊聊聊 我們年輕人 都拿著劍來 然後 其實還要放一部電視 播放到今宵 根本一群都在 正常 正常 不過很多層 我們十多層 我們坐間的位置 在地上 看電視 當年也有一件物件 叫銀雞 我不知道 知道嗎 因為我們沒有電話 因為那些人有色魔 那些女生都會帶銀雞 因為什麼事 求救就是靠銀雞 有一晚 我都在場 夏天很熱 九點十點 有人吹銀雞 有些人就聽 因為你無法位置 不知道他是哪個定位 大概一直沿著樓梯找 一群十個八個 蠻蠻的 背心其實很帥 我老公那時候都六十歲 走去玩 說打色魔打色魔 那樣 年輕人很興奮 有些人就走得快 我們屬於慢 他找到 某層 然後走到那個 廁所的位置 有些聲音 一路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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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老公比我 有一對男人 因為那個位置很小 圍著我 然後他們突然以為捉到色魔 但又不 那些村民 然後突然間 就好像周星馳功夫其中一幕 突然間那些人 衝了回家 關門 我是年輕人 直接扯著衣服 走進去 什麼事都發生了 靜光 那晚就是這樣 因為永遠我是小孩 那時候只有十歲八歲 就不告訴你 睡覺 很慢 就是這樣 關門 下了防盜 第二天 永遠這些人 只包不住火 因為我婆婆 一定會出動 在那條村裡 原來那晚真的 有個女孩 如刺的時候 看到上面 有人看她 一看上去 是一個很 她形容出來 類似像一個白粉腦那些 下巴掉了 牙齒很灰索 對著她 那些 淫笑 我們叫那些 想像到 她當然是吹雞 害怕到瘋 那女孩已經 那 開始她吹了一陣雞 聽到人聲開始來 即是我們那些聲 一路越來越近 她就害怕 可能她忍受不到 繼續對著那些人 因為那些人又不知 做什麼 她又不走 她就開門 記住有一道門 是向外開的 是 衝出去 一開直通無左 一望 沒有實體 後面是有實體 是 只有半折 即是那個上格的 仍然掛在上面 是 接著下面的 就是被她可以通過了 衝出來 而那個 即是 我也發著靈體的Sigma 然後 仍然發出一些很恐怖的笑聲 我不知道 有沒有轉動 那些 接著 那個女孩衝出來 就是 看到再 會再害怕很多 很多 接著 遇到我們 那些哥哥 叔叔 那些 就馬上說 有鬼呀 那些 所以我們這些路人 夾小朋友 已經圍不到 過去最前那陣 看過旗 但應該去說到 有鬼 轉頭再看 已經沒有了 但那些人馬上問了你們回家 接著 一群人馬上就了解 第一 很恐怖 但這件事 是否沒有發生第二次 一次 一次 只有一次 而且很肯定的位置 是温微 你不會說 那個人是否立即發現 因為整群人 塞在門口 插針也走不出 而且那個女孩 這麼實實去說的時候 他也不會說 眼花 對 因為你被Sigma 看到第一個驚嚇 我猜你那段時間一定很 怎樣說 身上線素上升的人 對 很清醒 看的所有人 他不會想到有鬼 真的好恐怖 因為你被Sigma 騷擾的時候 是不會再想到有鬼 這件事 他變成 應該真的接觸 而且我想像 他開門推出去 應該都持續了一些時間 吹雞 我猜10秒8秒 10秒8秒 他一定有 二度驚嚇 因為你想一下 他推到門出來的時候 其實你也沒有風險 如果Sigma 在那裡 擋著你 你推得出去 應該忍了很久 都忍無可忍 其實他某程度上 不是太理想 因為正常 他的下身是頂著門 我猜他已經很害怕 這個情況 真的很害怕 先遇Sigma 原來被Sigma客 原來再第二是被鬼客 應該是道友鬼 道友Sigma鬼 類似 對 那個姐姐 我也住很近 其實她也挺好人 她是護士 但又不是有陰影 其實她也挺好人 她是一個護士 那個年代也很專業 但她以後有沒有再提起這件事 你們所知 我小朋友又沒有再跟她說鬼故 走過就叫人 其實我準備說日本鬼故 之前我想回應你剛才一件事 你說Paul以前有很多Sigma 好像現在沒有 我想說Alan Sigma是隱藏了 現在有AV的事情 情緒上 他那種慾望 有一個途徑 而且不是沒有的 我即時舉了一個很好的例子 近來的 他形態不同了 他不在你盯著你盯著你 他可以找兩個震彈來 放在自己的嘴椎上 然後綁他之後就震 不知道是地鐵還是哪裡 就震了一個少女的臀部 你不知道這件事 即是引人嗎 是一個醫生 拉了盤了 即是放在自己下面 然後再引人 我想她遙控那個震 沒有理由一條線 這樣 她就震了 她說她醫生的壓力很大 那年輕的30歲 她就震了少女的臀部 震了兩次 你和我應該沒有壓力 沒有這麼大壓力 她有壓力就這樣 我想說她的形態已經由頭高去裝人 以免成科技 對科技界 這樣震了 也有錢了 買了配備去飛禮別人 其實是另類的飛禮 也是 好 你說這個時候 到我說日本鬼故 我知道 這個想不到 你的童年 這麼很害怕 對 屋邨很多這些 平時這個節目 說日本鬼故 我不算很害怕 因為雖然我常去日本 但對我來說 都不是我們自己的家 所謂的鄉下 雖然我小時候不是住屋邨 但我那種畫面 是完全清晰的 因為你怎樣都會接觸 可能是朋友仔住 親戚 因為小時候拜年 拜年 他們住的那類型 出酒當玩 你一定很影響 好 那我再說一個 我覺得這算恐怖的 溫泉鬼故 麻煩同學看一張 溫泉的圖片 網台節目開始接受訂購了 你除了可以親身到上環D100專門店之外 還可以去銀行入數 又或者透過櫃圓機過數都行 還可以登入D100網站D100.NET訂購 想即時過數 用轉數快便更加方便 感激各位支持 有沒有不明白 可以打給我們D100網台專線 電話22971825 22971825